的确现在急诊室非常的忙碌 很多地方的急诊室都被塞爆了 像是在桃园的医院急诊室也是涌入了快筛阳的民众 国军桃园总医院急诊部医师 在脸书上偷出了急诊室外大排长龙的照片 而柜台只有两名护理师 却要协助数百名快筛阳性确诊者 还有其他急症的患者挂号的医药 有将近12个小时 没有喝水 没有吃饭 真的是令人相当心疼 医院外长长人龙全是在排急诊 但往里头走 急诊柜台只有两名护理师 没空抬头 双手忙不停 还要面对病人的连环问题 要协助数百人 包含快筛阳性者做PCR 以及新冠犬者和急诊患者挂号领药 将近12个小时 没喝水 没吃饭 濒临崩溃 就快吃不消 我们在临床上还是观察到很多朋友 他有症状 他也知道要做快筛 但是他买不到快筛 所以他还是只能跑来挂急诊 确实我刚问了一下小夜班的姐妹 今天下午裁剪的状况还是相当混乱 国勋桃园总医院 急诊医师在脸书曝光 前线医护心酸 急诊室乱糟糟 成了常态 对此院方要加开防疫门诊 但能不能有效消化病患 还是问题 因为确诊素急增 医师得坦言 多数民众因为求助无门 才通通冲急诊 现在其实各种方案非常的混乱 无所适从的时候 你就会想要问嘛 但事实上我们昨天也有试过 你打1922不会通 打县市政府卫生局不会通 那你打医院急诊 那常常也在盲线 那被你打通了 那也许接电话的人 也不一定弄得清楚这些方案 所以常常就大家提来提去的 1922的电话都一直打不通 然后没多久就挂掉了 电话被打爆 让不论是有症状 有接触 还是快晒阳性者 纷纷有进急诊 和社区裁检站 从公卫通报SOP 到医护人力缓缓伤口 必要是量能不堪负荷 恐怕影响到真正需要急救病患 借综合报导